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古济柔 中国维权人士郭飞雄、孙德胜 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 周五在广州开庭 他们的辩护律师因为抗议法院违法 而决定拒绝出庭 该案休庭延期审理 此外 多名各地的异见人士及声援者 因郭案被软禁拘捕 郭飞雄的代理律师陈光武 周五告诉本台记者 法庭外戒备森严 当局如临大敌 北京王宇律师前往广州市天河区法院 准备旁听庭审 却在法院外被国宝抓走 手机被抢走 而在北京 有数十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访民集会 举横幅声援郭飞雄 中央民族大学维族学者伊利哈木 吐赫提被控分裂国家罪一案 乌鲁木齐中级法院通知代理律师李方平 案件在9月17日开庭 李律师周五说 伊利哈木提出两点要求 一是案件要在北京中级法院审理 因为他的户籍在北京 二是另外七名被告人都是他的同案 应该同案审理 今年1月15日 伊利哈木在北京家中被新疆公安带走 2月20日被以涉嫌分裂国家罪逮捕 而他的七名学生也被以同样罪名逮捕 由于法庭另案处理 外界无从获悉他们的情况 昆明市今年发生301火车站暴力恐怖案件 本星期五在法院开庭审理 三名围族男子被以领导恐怖组织罪 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另一位围族女子被判无期徒刑 控方指出 四名被告和另外八人组成了恐怖组织 准备刀具和旗帜 策划在昆明火车站的杀人恐怖行动 事件造成了31人死亡 141人受伤 此外新疆大学在校内展开 防范宗教极端思想渗透的活动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表示 对于民族冲突暴力事件 北京应当承担政策责任 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民议会会议 于星期五召开 议长编巴次人在会上呼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以正面的态度解决西藏问题 允许西藏人民议会代表进入西藏调查真相 同时呼吁印度领导人与夏州到访印度的习近平 展开会谈时明确对藏立场 推动藏中问题的解决 编巴次人表示 希望通过与北京谈判 以及落实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方案 来解决西藏问题 导致薄熙来倒台入狱的英国人 尼尔·海伍德的母亲 批评中国仍没有对他儿子的死亡 做出赔偿 海伍德2011年11月被发现在 重庆的一家酒店内身亡 当时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 被法庭认定应该对海伍德的死亡负责 海伍德的母亲在给《华尔街日报》的 一份声明中说 他们曾经得到中国当局的许诺 他们有获得赔偿的权利 但是至今他们没有得到任何赔偿 9月10日 广东省佛山市军安镇天莲村 上千户地村民围堵东区派出所 抗议抓捕维权村民 当局派出约700名警察镇压 多人被打伤 至少有60人被抓捕 下面请看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冲入家中带走 上千民众唯独 东区派出所 要求给说法 但警方一直为派人沟通 周四凌晨 当局派出约700多名特警 武警 防暴警察 强行清场 天莲村村民欧阳先生 周五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事态严重 但因担心遭当局报复 不能多说 现在这个好像有很多人被抓了是吗 是啊 这个你知道前天晚上有好几千的村民 跟警方发生冲突了 叫我未定我在跟你谈 那这个不是有什么问题的话 会找到我啊 哦你们担心麻烦是吧 肯定啊 另一了解事件的军安镇黄先生 周五对记者说 虽然警方已经离开天莲村 但他仍不能多说 知道有多少人被抓了吗 那我是住在军安镇里的 到时候他们应得我做好吗 情况很严重吗 应该有一点严重吧 警察还在村子里面吗 没有了 走了 据村民在网络上发布的消息称 警方以阻差办公为由 指警棍殴打村民 并抢夺拍照的手机 在派出所大厅内的30多名老年人 全部被打伤 其后警方追打其他村民 迫使他们离开 抓捕了至少60人 120急救车来回三个半小时 才将伤员全部运送完毕 形容场面十分恐怖 以上就是今天的亚特联播 我是古济柔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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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